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而开朗的他们生来有好运 从小受宠而 儿年之年 在自己需要独立的一面的时候 就算经验不足也多能得到贵人出口相助 其实正因为生肖猪的人前世多为大善人 修德自持又慷慨 因此注定了他们这辈子都能得到别人的永全相报 基本上一辈子都不需要愁吹穿 天生善于为他人着想的生肖兔朋友 做人低调 做事高调 对自己坚持的事情从不延弃 是生活中的智者 事业中的强者 殊不知 其实生肖兔的人即便不怎么努力 也往往能有好结果 上辈子多数是心善富贵慈善家的他们造福了不少人 而今生今世的善良心地 也让生肖兔的朋友广皆善缘 积累了不少好福气 因此他们一辈子注定少有磨难 越老越幸福 吃穿用度何时都不会去 输马 生肖马的朋友是热情的化身 从小运气好 命中多福气的他们 无论何时都能保持自信和乐观的好心态 哪怕失败 也就是拍拍泥土再站起来的事 生肖马的朋友 人生多为使必拆奴过一生 上辈子多数是清廉爱民的父母官 因此这辈子名声望人气高 领导才能极其出众 在世界的舞台之上 必能能够创造出非凡境地 至于财产和衣食 那都是他们从来都不需要忧虑的东西 属蛇 生肖蛇是个脑筋灵活的人 平时很懂得节俭 知道储蓄的重要 也因此他们存折里的数字 比起一般人都高属许多 而且吸进功力超强的生肖蛇 经常无需要太多努力 就能获得钱财 天生就具有能使他人千财 飞到自己口袋之中的稀才魅力 尤其是七七年八九年的生肖蛇 属虎 生肖虎天生就是很阔手 也喜欢照顾身边的大大小小 花起钱来也很大法 不过生肖虎不需担心会没有钱用 因为他们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什么叫独立 什么是自立自强 长大后自己想要什么 生肖虎就会靠自己的能力去获得 所以生活是很优渥的 尤其是八六年九八年的生肖虎 属羊 生肖羊的人天性善良 总愿意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 也因此他们的贵人运非常好 朋友也很多 大家都很喜欢 大家都很喜欢生肖羊 觉得他们的为人不仅讲义气 又十分体贴和善 所以人们都愿意给予他帮助和愧等 尤其是七九年九一年的生肖羊 属属 属属人天生就有好财运 正财和横财运气都不错 一生肯定是不愁吃穿的 属属人做事非常专心 一旦决定了目标 就会投入全部的精力 不达到成功 局不堪秀 而好运以视频频倦顾他们 让他们能够足够的钱财享受生活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为大家今天带来的内容 感谢收看 欢迎转发点赞